金融河很漂亮 这是骑车的英姿 内湖你看很漂亮 不知道后面看得见吗 那个柳树 那一年的柳树 因为雨水很丰富 那一年柳树很漂亮 这到了我的学校 栗山高中非常漂亮 如果有机会 到我学校参观一下 那么很多人从栗山高中过 他以为这里是度假中心 这学校的正门 刚才这里是侧门 这是正门 这全部是我学校的景色 这是有一年 两年前的毕业典礼的 前一天下雨 我下雨天就在 现在的这个位置 那有一个空桥 下雨天我就躲在这边 打太极拳 那凤凰开着很漂亮 这都是我们学校 这个是什么知道吗 樱桃 樱花开完的樱桃 在我们学校的那个 风一走了 手就摸得到 可是对不起 我们学生都看不到 学生看不到 这是芭蕉 这个叫寿草 也叫清明草 是兰科里边最小的 清明节 长出来 叫龙柱 你看它像那个 那个庙的那个龙攀 攀在那个柱子上面 这个是台北树蛙 这是贡德式蛙 这是青蛙下蛋 我们学校你要很多 这是蓝雀 蓝雀 那天我在打太极拳 就看到蓝雀在那边叫叫叫 我拍了照片 放给学生看 学生告诉我 老是一条蛇 然后我就看到 有没有一条蛇 那个蓝雀 蓝雀会吃蛇 我们最近才生了一窝 然后你从那边过 它就会攻击你 那他们抓 就我们学校老师 看到他抓了两条蛇 这个是大观就 各位看到的这个是 那个 叫什么 香丝 香丝花 这是那个大观就 连着几天下雨 那天天气好 在那边亮一时 我们头上常常 大观就在头上飞 这是猫头衣 临角销 就在我们教室的窗外 一公尺 他在那边上课 结果上了 你看跟我们学生一样 老师你讲课好无聊 这是我早上 晴天 我在这里打拳 我打拳看到的景色 是这样的景色 我天气好 也会带学生到外面上课 但是外面上课 学生就不专心了 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学生很喜欢 那我要讲的是 老师您是不是享受生命 那因为我认为 第一个我们做老师的 我们懂得享受生命 那我们才有可能 教我们的孩子 你怎么享受生命 那当然享受生命的 面向很多 喝一杯茶 喝一杯咖啡 跟好朋友聊聊天 跟学生 一起 活动 都是 都是让我们享受生命 我17岁 生日的那一天 我收到板中 给我的生日礼物 退学同志 那我被板中退学 那一天 爸爸还在上班 我打电话跟他讲 我爸爸回来 第一句话说 好汉做事 好汉当 那我们就很惭愧 我在板中玩归玩 混归混 其实我是念书的 那其实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们很好 我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 所以纵使我在板中曾经迷失 但是我知道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违反校规那当然是一定的 但是违法的事我不做 同学找我说我们煮帮拍 我不要 那动手打打群架还OK 你叫我拿扁钻去捅人家屁股 我也不干 那因为我会想到我家里有爸爸妈妈 所以我在教学生 我会跟学生讲 你将来如果组织家庭 你有了孩子 你给孩子最好的教养 就是给他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 因为你家庭温暖 你父母能够把孩子在基本的教养带好 纵使你迷失 你容易回来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很多人是回不来 我在经修理中教书的时候 跟现在 常常有学生不回家 家长打电话找不到孩子 那你为什么让孩子在外面流荡到那么晚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所以做父母的怎么样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庭 其实是最重要 所以那个寒假 那时候是寒假 我就赶快退出 那很侥幸的我念了台中一中 我转学考到台中一中去 那么台中一中一年半 板中一年半 我大概去台中一中的第一年 我就决定我将来要做一个高中的博文老师 因为我喜欢 喜欢博文 那我也想要能够带像我这样子的孩子 所以我只教高中 我不要教国中 我也不要教大学 那从18岁开始到现在 我今年58岁了 40多年 40年来 那我当导师连续34年 我68年开始教书到现在 34年我都当导师 而且不当导师 我觉得不像当老师 当老师一定要当导师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一定当导师 导师有什么好玩的 我说导师是CEO 那么你客人老师只是经理嘛 对不对 你是某一个部门的经理 你只管那个部门嘛 那导师是CEO 你整天从早到晚陪着孩子 带着孩子 你看到孩子的形形状状 你全部看到 那你影响他的机会比较大 那所以导师是亲生的爹 亲生的娘 对不对 客人老师只是干爹干妈而已 那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年纪大 我大概有实习老师开始 我就带实习老师 那带实习老师 我就第一次跟实习老师正式谈话 那我一定跟他说 你要先学做人 你才能够做老师 也就是你 我在这个办公室跟你们处不好 我换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办公室 大概也处不好 那我回到教师去 我跟学生恐怕也处不好 也就是你基本的带人处事 你做的OK 那你跟学生的互动 其实人际关系是最 人际关系是我们人生最难处理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在办公室看我的同事很讨厌 到教室看我的学生也不爽 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占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认为做老师要先把自己整顿好 那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许家蓁的命案 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 洪小慧清大化学研究所 命案发生的时候 刘久郎刚刚上任 他去看这个洪小慧 说无论如何 你都是清大的学生 刘久朗退休 四年以后退休 他去看他 那跟刘久慧讲 叫他要叮咛 他要继续加油 那刘校长的这一件事情 我非常的感动 他真的是 因为洪小慧犯的是罪大恶极 尤其是用他的专业 用网水企图毁尸 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可是刘校长是这样的宽容包容 我在静修旅中 曾经教了二十三年 我到栗山高中十一年 那静修有一个老校长 潘校长 他是修女 那么潘校长从来不说 我是校长 他说我是修女 那么打电话去我家 他说我是静修女中 潘修女 因为他认为修女 是最高的一个职位 那校长不如修女 所以他一定说 我是潘修女 那么校长是不如我们把学生退学的 他说连静修都教不了了 还有谁能教 那么他说你把学生退学 把学生赶走 那你是不负责任 你是把问题丢给社会 那么他坚持收最低的费用 冷气 那时候教育局规定是1200到800 盘校长一定收800 那有一年 我们进修旁边有一个卖面的阿婆 他的孙女儿要进进修 分数不够 那他就 别人教他 就在门口等校长 那跟校长拜托这件事情 那因为私立学校是可以厚补 他有空间可以处理 那同时教育局有一个高官 他的侄女也要进进修 那校长那一天就交代教育主任 你先让阿婆的孙女儿进来 那教育主任说 那个谁谁谁的子女要来 校长说不要 先让阿婆孙女进来 因为他没有社会资源 那那个教育局的官员 他的社会资源丰富 先让这个阿婆的孙女儿进来 他说上昌没有让他出生在 无愧乏的家庭 我们更应该教导他 帮助他成为一个匮乏的人 好 所以派校长也是我们的教育的典范 这个江慧大家知道 那有一个老外 菲尔是纽西兰人 那因为找 他的儿子在台湾失踪 他来山上找了十次都没找到 有一次在计程车上听到 江慧的半醉半清醒的歌 他觉得那个歌声抚慰了他的上司之后 那个计程车司机就送他了 就把那个CD片送他了 那后来这个事情被刘克香知道了 这个刘克香呢 他就写在文章上 那江慧读到这个文章 就找刘克香 那刘克香真的在纽西兰找到菲尔 那江慧两年前开演唱会 就邀请菲尔来 那菲尔真的也来了 他现在有一个 江慧有一个金门高粱酒的广告 里边有一个老外就是这个菲尔 那菲尔最近他还想写一本书 写跟台湾有关系 因为他来台湾找儿子 让他很感动的这些事情 那江慧他当然这不是我们教育界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核心价值 好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清楚 然后我们是不是对生命有错误的期待 苏东坡这一确词我很喜欢 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缘 那请问你这时候苏东坡有没有恨 当然有恨嘛 才会说不应有恨嘛 那这个时候他是对人生的不满 是情绪上是不满 但是理性说不应该有恨 那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这个时候苏东坡洞悉人生真相 那洞悉人生真相以后 反正人一定有悲欢离合嘛 那洞悉人生真相以后 有的人就往下沉沦 可是苏东坡没有 苏东坡退而求其次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残眷 他生命找到安顿 他接受现实 接受人生的不完美 那我们做老师的 你对你的生命 有没有错误的期待 或者你对你的教育 教育的生涯 是不是错误了 你以为学生是 女的美 男的帅 乖乖的准时交作业 认真的扫地 如果你是这样的期待 那就错误了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就是生命的实相 我爱的人名花有主 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我们对人生 你真的是要了解 生命的真相 你才不会对人生 是错误的期待 当你是错误的期待 那结果 你当然是 很失望 好 我念的是哲学 那佛 它是佛学 或者是学佛 学佛呢 就是皈依佛教 我接受佛 这个想法 所以我要 学佛 成为佛 那佛是觉者 那这个学佛 是信奉佛教 佛学 是把佛当一个思想 那么我是把它当佛学 就是一种思想 你不要把它当宗教 它也是一种哲学 那么佛学里面 有一个缘起缘灭 我很喜欢 一棵苹果的种子 怎么样可以结果 就是种子是成为苹果的因 那结果是它的果 好 这个种子 一定要掉到土壤里 所以有土壤 有水 空气 阳光 它才有可能 发芽 然后慢慢长大 那长大 开花 要有蜜蜂 蝴蝶 来授粉 那它才会结果 好 那么 所以 种子要变成苹果 这中间 有它的柱源 所以这个柱源 就是土壤 水 空气 阳光 等等 那除了柱源以外 还不能有 灭源 那个小朋友 把花 把那个树苗 踩死了 巴巴风 栽来了 大地震来了 那么 没有这些孽缘 那么它才能够结果 好 那这就是因缘合合 那其实你年纪越大 你回头看 我们人世间太多的事情 都必须因缘合合 少一个住缘就不行 对不对 我们今天能够大家坐在一起 那 必须 我昨天 没有烙晒 没有感冒 早上来 没有 那个车子没有断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停电 车子不走 捷运不走 你就来不了 所以你必须是所有的因缘 具足 才能够这样 好 你的学生 能不能上台大 你的学生能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的孩子能不能怎么样 对不起 你占多少的股份 如果你控制所有的因缘 孩子的成功等于你的成功 对不对 孩子的失败等于你的失败 如果不是 我请问你 你占多少股东 CEO占的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经理 你占的更少 其实孩子能不能上什么学校 一大部分他自己父母要负责 因为他父母生出他那个基因 对不对 各位好像都是博小老师 是不是 我们高中 孩子16岁到我手上 一年 我怎么抵他16年 对不对 孩子到你手上7岁 他家庭已经教养了6年 那你用一年的时间 要去抵他6年 所以很多时候不见得 当然我不是用这个来推卸责任 学生考不好 不关我的事 当然不是 我们恰如其分的负担我们的股份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有影响的 我们教的好孩子会比较好 我们教不好孩子也会比较不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必负全部的责任 你不要把你孩子 你的学生的成就 等于你的成就 不要把你子女的成就 等于是我做爸爸 做妈妈的成就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因缘和合 你就会知道 人世间太多的事情 是无法强求 能不能得到 这里边有他的 有他的这些因缘 我当34年的导师 这是有一天 一个亚林老师 我学校的同事 我教他的班 他教我的班 他班上有一个学生 有问题 我们两个花很多时间 很多精神 辅导他 带不好 没办法 没办法把他带好 那有一天 我在他那边跟他聊天 讲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我回家想一想 我就写了这八个字送他 我们当老师的一定是关怀 但是你有没有真诚做前提 如果没有真诚做前提 你的关怀是虚伪的 学生都懂 小朋友全懂 对不对 那个小学一二三四年级的 全懂老师是真心还是假意 所以我们的关怀 一定以真诚做前提 然后倾听陪伴 我们要倾听陪伴 我们的孩子 那都一样 不管是小学一年级 到我们高一高二高三 甚至到了孩子成年了 一样是倾听陪伴 所以我说 这是为师之道 真诚关怀 倾听陪伴 那他其实不只是为师之道 那么他也是我们的为人之道 为人之道 也是朋友之道 也是夫妻相处之道 那个我的学生结婚 我都会也会写这样的八个字 送给我的学生 好 那么关怀有一个非常棒的 各位 你查关怀伦理 学 关怀伦理学 你打方志华教授 打这个方志华 你就会找到他一堆论文 而且对各位最好用 因为他在师范 在应该是在师大 还是四北师 我现在记不得 那么他在 他教的学生 都是国小老师 所以他写的这些 关怀伦理学的论文 都是用国小生做例子 那么我很喜欢 我读了以后 读了他这个关怀伦理学以后 我很喜欢 那因为就是 其实我们做老师的 等于都在做关怀伦理 因为你关怀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老师对学生没有关怀 那你真的是很有问题的 那这个理论 建议各位你去搜寻 很容易 他的PDF档很多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再去买这一本书 关怀伦理学与教育 有一年 新竹一个高中老师 自杀 那他原因就是 那个私立学校 他是私立学校 他的学生在一个女学生 在宿舍猝死 那新闻的报道 有一些批评 那好像就是说 老师没把学生带好 还是怎么样 那个导师很自责 年轻的女老师 那学校已经发现 老师有问题 那有请别的老师 在陪伴他 照顾他 隔不到一个月 这个女老师就自杀死掉 那同时 北一女一个实习的 国文老师在淡水捷运站 自杀死掉 那我 我看得很难过 因为我带了 一二十个实习老师 那国文的实习老师 带了十几个 那我们看了 这个新闻 当然是很难过 所以我就写了 这篇文章 也就是要关心同事 让校园更友善 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嘛 我们同事之间 彼此互相的 关怀 互相的支持 那让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在校园里的教学 能够更舒服一点 更好一点 大家的相互扶持 相互的支持 这是我的名片 温柔敦厚 是我对自己的自我期许 也是教学生 我教学生 你要温柔敦厚 尤其是男生 尤其是男生 因为男生出自大业的很多 所以教学生要温柔敦厚 那我会交代学生 你一定 我的电话要留着 那尤其是高三的学生 我一定要求他们 有事打电话给我 那我交代他们 你三更半夜 受不了 打手机给我 我会接你的手机 但是你不要叫我起来尿尿 那到现在 没有学生半夜打过 但是有白天求救的 有 有 trouble 求救 那好几个 好几个案例 有传简讯 老师我妈抓狂的 怎么办 那就 赶快打电话问 结果是成绩的问题 那我赶快找妈妈 跟妈妈谈 那就是不要把成绩 看得那么 那么死 成绩不好就不行 那高三的学生 教他们做小乌龟 我现在 我今年就高三 那高三我就教他 你要做一只小乌龟 那为什么呢 因为高三 你的成绩 几分 比如说 有人两百分 现在模拟考 第一次模拟考 有人两百 有人三百 有人四百 那不管两百三百四百 都是你高一高二 你自己造的灭 对不对 两百你是造灭 那你四百可是 你是造的福气 好 那 怎么办 你就当一只小乌龟 慢慢爬 我想各位都考过试 当年你考大学的时候 你一个礼拜能读几分 对不对 读不了几分 你每天24小时 让你怎么K 你能够K几分 所以我说 你就是一只小乌龟 慢慢爬 慢慢爬 不管你是两百分 三百分 四百分 你站在那个分数上面 现在慢慢爬 慢慢爬 慢慢往上爬 那爬到你的高峰 去参加学测 那我们不要跟兔子比 我们也不可能是兔子 你也不要跟别只乌龟比 就跟自己这一只小乌龟比 那让你自己在最高峰的时候 参加学测 学测考完了 那满意 那当然学测完了 又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那么要准备 被审资料 要不要准备口试 那要学哪个系 那怎么准备 那个都花很多的时间 学生就开始读不下书 全部都在冲 那个第二阶段的考试 那么过了 当然很好 那没过 他又回来考试考 哭两三个礼拜 考试考 那我说你 其实哭两三个礼拜 也已经去掉一大半 到五月了 其实这是很不人道的制度 那么他再来 我说你满意你就去 不满意你就再慢慢爬 在你另外一个高峰 去参加指考 那考完 接受你就去 不接受 再慢慢爬 那么 所以你是一只 慢慢往上爬的小乌龟 高三呢 尤其我教他 你认真的面对 我们学生到高三 人格都扭曲了 包括家长有时候 也都扭曲了 他只看到分数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好 那在那样一个 人格扭曲的状态 那你 我告诉学生 如果你认真去面对 因为他要时间管理 你像我的学生 暑假开始就面临一个问题 高三的课程 我要不要好好学 我是要批 第五册我要不要学 因为只考 学测考一二三四册 第五册我要不要念 那我是全力复习一二三四册 还是我也要读第五册 如果我过关了 第五册我不读 对不对 那第五册不读 可是我不能全当 所以我又要复习 又要准备第五册 那这还比较单纯 学测完了以后 那我要不要冲 那个第二冠 还是我放弃 直接冲指考 直接冲指考 最单纯 那我同时要准备 备审资料 同时准备自转 然后还有 有的可能要口试 有的要笔试 那我要花很多时间 去做这些东西 我要花多少力气 去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他在时间管理上面 在他选择的策略上面 然后面对这么复杂 要我这个大人同时做 这样两三件事情 我都处理不好 那我跟学生讲 你认真的面对 你的时间管理 你的策略 你的情绪管理 我说IQ已定 你回去怪你爸爸妈妈 IQ是他生给你的 EQ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抹念 把自己 因为情绪都很不好 很焦躁 很紧张 妈妈还怪 孩子不用工 我说你不要怪他 他比我们还紧张 妈妈说 他成绩那么烂 还不读书 我说就是因为他成绩烂 所以他比你更紧张 然后我又读不下 我更紧张 他真的很复杂 我们现在很多学生 他真的读不下 真的读不下 我最近有一个妈妈 打电话给我 我跟他传解去 后来我打电话 跟他妈妈讲 我说你的孩子问题不大 他只是不想念书 他也想念 但是他定不下来 很多学生都是心浮气躁 包括当年我高三的时候 一样心浮气躁 那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 这个时间 怎么掌握时间 怎么掌握EQ 那让自己 其实输赢就是这样 就是我的情绪是平稳的 我们一定是高一喜风 那我们比如说 一个月我闹四天情绪 你闹八天 我就比你多四天了 有人一个月闹十五天 那你不用跟我比了 那输赢在哪里 我只有四天读不下书 你十五天读不下书 你就输我十一天了 那所以关键 为什么做一只小乌龟 就是你让自己是三十天 一个月三十天 我最起码读二十五六天 那我就容易上 我就容易一直往上爬 那一个月我闹情绪 闹二十天 那你也完蛋了 那所以你的EQ 就在那个时候训练 时间管理 怎么样掌握自己 那怎么样跟别人互动 那个高三的教室里边 很容易起冲突 因为都很爆 都很爆炸 都很急躁 都很焦虑 那所以我叫学生说 你好好的这样处理一年 这一年过 你有多少的难耐 你自己知道 所以危机就是转机 在一个很难过的一段时间 你怎么样让自己度过 这是一个大事的学生 我看不要讲了 会来不及 好 这个德瑞莎修女 说我们无法做伟大的事 只能用伟大的爱 做许多伟小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导师 在做的事情 人家说 因为上帝太忙 所以派一个天使 给每一个小朋友 那个叫妈妈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天使 在学校 上帝派在学校的天使 你是照顾你 学生的天使 尤其是导师 所以 我说真诚关怀 倾听陪伴 是为师之道 我不知道 足不足以说服你 聆听 阅读 思维内化 是我这几年的班训 我这八个字就挂在 挂在我的教室前面 学生不聆听 你知道吗 还有不会聆听 我栗山高中的 一个很棒的校长 可惜他跳槽了 到建国中学去了 叫陈伟宏 陈校长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校长 很棒 他的 对于教育的事情 他非常的熟悉 他的教育理念 非常的好 那么他也很用功 他也读很多书 那么 他有很多观念 都很新 在升旗 我们一个礼拜两次升旗 陈校长在立山的时候 他常常就是一篇短的演讲 八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这样子 那讲的条理 非常的清楚 我的学生不听 我知道他们有的是不屑听 有的是不愿意听 有的在那边读书 我不准 不准他升旗的时候读书 不准睡觉 不准讲话 就是听 他一样坐在那边放空 他就是不听 那怎么办呢 今天升级完正好我的课 我就发个小资料 再要写出来 然后一个国文的小考分数 有的人认真听的 当然就写得很好 不认真听的 当然就写不出来 不听的也写不出来 一次两次以后 大家就会听 但是还是有人不听 那你真的没办法 那个我们陈校长讲得很好 我们有老师说 教长我可不可以录音 校长说当然可以 我也跟陈校长讲 我说你把每一次讲的 写成一篇短文 大概八百字一千字 那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我跟你讲 我们校长跟我学生一样 都不听我的话 所以学生要会聆听 你要会听 我讲的话你听得懂吗 那尤其我们陈校长讲完了 他会把那个重点 一二三四 他会再重复一遍 那那个摘要就最后那一句话 最后那三十秒钟 就是摘要嘛 那可是我们学生 有些是还听不懂 所以你要训练他 会聆听 当然这个聆听不是只有 听课 你还要听 会听课 你会听人讲话 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小朋友会不会听 会不会听得懂 人家讲的话 跟父母讲话 他会不会聆听 其实聆听是很重要的 聆听是很多 真的好朋友 是会听你讲话的 对不对 那小孩子会不会聆听 还有他能不能聆听 自己内在的声音 我们内在有一个声音 那我们会不会听到 自己内在的声音 那我们会不会听 大自然的声音 那么阅读 我很重视阅读 阅读是最方便 获取知识 智慧的方法之一 但是阅读真的是很方便 那么聆听阅读 接着要思维 我上课 我会问学生 我先讲是什么 学而实习之不义悦乎 一个字一个字解完了 是什么 再来 为什么学而实习之不义悦乎 为什么 是什么 为什么 然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学而实习之不义悦乎 如果没有那个孔先生说谎 对不对 那如果有 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那论语里边讲的学 当然不是学英文学数学而已 他绝大部分指的是学做人 学做人处事之道 那当然也包括礼乐社育书数 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问学生 你有没有学习的喜悦的经验 我一个大男生就讲 他说 有 因为老师你教我温柔顿厚 那我每一次要骂人的时候 我就忍一下 那就没有骂 那他讲的不是那么清楚 那也说 我觉得在学习温柔顿厚上 我有喜悦 那个大男生 听了好高兴吧 你看我们的教学是有成就的 有回馈的 好 所以要思维 一定要想 我第一堂课就会跟学生讲 尤其我教生命教育 我就抓一个学生 你要不要挑战权威 不要 当掉 再一个 要不要挑战权威 不要 当掉 第三个 就知道了 考虑看看 当掉 还考虑什么 第四个 要 这个几个 我说 我是权威 我会不会犯错 会嘛 数学解错的时候 我就故意写这样 看里面有没有认真听 对不对 然后我们国务老师也会写 写写写错字嘛 嘴巴念的跟写出来的字 不一样嘛 还有我们当然不是 全知全能嘛 是不是 所以 你要挑战权威嘛 然后无碍无失 然后怎样 但是我更爱真理 好 所以 学生要有 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要独立思考 你才能够判断 那么 最后才会内化 你看这个 台大校长叫学生要早起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升级 或者周会常常是这样的 你们国小会不会比较好 教学真的是很难 那尤其是 我现在觉得 教学最难的一个地方是 我怎么样吸引学生 愿意听我讲课 愿意按照我开的药方去做 很难 这是我最大的挑战 而且我知道 台湾大部分的老师 也都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我教的很好 你不听 我给你的方法很好 你不做 你不按照我的 给你的方式去做 完全没有用 所以 怎么样吸引学生 愿意听 蛮难的 相当难 好 阅读 这是我的网页 各位 你回去 你用我的名字搜寻 可能比较快一点 你上我的网页看 我每一个礼拜 我放了四年的份都在上面 就是每一个礼拜 用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给我的学生读 大概是八千字左右 两张B4正反面 四页 一学集会有这么一天 让学生阅读 都有固定的 安杰丽娜 求利的 哥鲁房的那件事情 那个也都值得讨论 为什么要割乳房 因为它这里面 有很多伦理的 医学伦理的问题 它是不是过度了 还有基因的运用 这些在生命教育的 是属于生命科技伦理的 还有母亲节 不对等的爱 母亲节应该怎么过 不对等的爱 伤透多少母亲 我现在家长 我打电话去 我说你的孩子 在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 家长说 在家里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有一天我跟一个爸爸讲 说你儿子 对哪个老师怎样 他说老师你讲的 我都知道 我儿子在家 就是这样子对我 我气得都想打他 可是我不能打 打了我就完蛋了 爸爸妈妈现在对小孩子的 那个掌握很差 很难 那小孩子完全不听 那这个不对等的爱 伤透多少母亲 所以我每个礼拜会有一个主题 还有我很多文章都挂在这边 还有一个徐茂伟文集 我的文章都在 百分之八十九十的文章都在这边 那有亲事沟通的 我给家长写的信 像我刚才举的几个都在这边 好 因为阅读 我认为阅读最容易改变 因为我们的言行是我的思想 对不对 我的思想 我的观念 影响我的言跟行 那我如果观念改变了 想法改变了 我的言行就不一样 那么所以 教孩子 如果各位孩子还小 你的孩子还小 带着他阅读 他将来功课一定好 会阅读的小孩 他的学习会占优势 就是我本来就喜欢文字 我习惯文字 现在的小孩很麻烦 我小女儿现在已经是研究所三年级 他当年念的小学跟国中 班上只有他一个人读文字 其他的都不读文字 都只看漫画 不读文字的东西 这很糟糕 那小孩子如果都不阅读 他的学习当然是有问题 因为阅读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事情 或者说他看那个字 有看没有懂 他那个字他看不进去 那个词文章看不进去 所以小孩子 尤其越小培养 他阅读的习惯 其实他只要习惯了 他的兴趣跟品味就出来了 那我两个小孩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阅读 尤其我那个小女儿是 我那个小女儿是提宝生 游泳选手 那小孩子就是不爱念书 我就带他读课外书 那到了国中 尤其是他算准了 他保送的学校 他一定上国三不念书 那你怎么办 你要扁他 那我就不理他 我就让他去读课外书 那他很喜欢阅读 所以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 他不读读我说你去上班吧 然后他就到书店去 坐在那边看 那看着又哭又笑 说人家把你当疯子 坐在那边看 他可以看好久好久 那我就是故意去 我有时候就故意去看他 有没有在那边 因为以前我还打球 现在我没办法 以前我打球我就过去看他 我要去打球 你要不要跟我去 其实我故意去看他 打完球回来 我要去市中心 要不要跟我去 我看他都在那边 我就放心了 就偶尔去抽查一下 然后我那个女儿 绝对不会看烂书 因为他的品位已经读出来了 那个很差的书他读不下去 所以他读书读很多 那他当然顺利上他的那个高中 那他高中是书人家七八十分的 他大概是最后一名境内所高中 结果毕业还赢一百多个 我说你是我的偶像 那他上大学 他可以保送 他有提保的权利 可以上那个中山大学每一个系 可是他又念社会系 没有 他就不去了 就自己考 那上了一所私立的社会系 那第二年 他一进去就拿书卷奖 因为我那个女儿很会读书 她是不爱读课本 她很会读书 那当他从大家是平等的时候 他国中没有念 没有好好念书 所以高中地理他读不懂 他读不懂是因为 比如说东京湾在哪里 他不知道 他的那个知识的那个网络不够 很多基础的东西 他就一直补一直补 所以他高中就补得很辛苦 那上大学大家从零开始 因为你社会系 大家社会学都没有基础 那就靠什么 靠你阅读的能力 那后来他就转学到清华 人设系 也等于是社会系 那他转学考 他就考了一本书 那本书25分 那那本书也是他大一教授 介绍推荐的书 我女儿把它读完了 那那一题他就会写 那有读过 跟没读过就差很多 还有你读了以后能不能掌握 差很多 我那个小女儿读书 她回来就跟我说 我刚刚读什么书 然后就讲给我听 然后就那个书写得很烂 怎样怎样怎样 为什么烂 那本书写得很好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好 他在做什么 做书评了嘛 对不对 他告诉我 那个书在讲什么讲什么 他在做摘要 对不对 所以小孩子读完 你问他 你读了什么 他就在训练 孩子做摘要 训练孩子 讲主旨 那我那个小女儿 她这样子阅读能力 就非常的强 就靠那一题 25分 她可能就赢人家很多 那你的阅读的能力 其实就是要靠这样子 慢慢培养出来 那都是一点一滴的 都是一点一滴的累积 所以你让孩子 有阅读 有习惯 然后他的兴趣跟品味 他的能力就出来 将来他只要是阅读的部分 对他来说 他都很容易 那不阅读的小孩 你要考大学 当然是很难 就是你相对的成绩 就不容易好了 那么 这是2009年的 那个学术 学术奖得主 叫文哲 是个外国人 他说呢 台湾的中学生 就是乖乖背了一堆 老子装子 其实他错了 他应该要讲的是 孔子孟子 那却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什么 台湾的中学 若有一些哲学教育 让学生有机会 多思辨人生问题 对成长会比较有帮助 他这个说法很对 这个也是一个老外 博弈道 是辅仁大学 意大利文学系的 应该从高中开始 培养学生成长 独立思考 学习自我评估 了解自己要什么 自己会什么 那这样子才会培育出 有动力读书的大学生 我们现在学生是不读书的 他为什么不读书 因为他找不到 读书的意义 他为什么要读书 不知道 那所以他读书对他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不思维 我刚刚就讲 我教学生是什么 然后再教学生 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请学生挑战 这个说法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说服你 其实理解跟思维以后 不太需要背 不太需要 你如果小孩子 你教他做摘要 他真的把摘要做好了 基本上 他考这个单元 不太有问题 所以那个小朋友 会不会做摘要 那个摘要的能力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 最近吵得很凶 那个披萨有没有 就是阅读 就是阅读能力 就是阅读书 你只要教你的孩子 会摘要 会做主旨 不管他什么 必胜课 什么披萨 通通会 就是你会阅读 你会阅读 就OK了 他怎么问 你都会 你不可能不会 除非 除非老师题目乱出 他只要是 合理的题目 那你就能够 因为那个文字 你把它分析清楚了 他在讲什么 那么他的主旨是什么 他问你问题 你一定会 所以对于披萨 其实不必担心 你要担心的是 你的孩子 喜不喜欢阅读 会不会阅读 他只要会阅读 所有的考试 其实问题都不大 所以一定是先理解 后记忆 有学生说 国文是背科 历史地理是背科 只要这样说的学生 他那个成绩一定好不了 地理历史国文 都不是背科 都是先理解 所有的学习 都一定是先理解 后记忆 除非他是无法理解的 只要能够理解的东西 我们都一定教小朋友 你要理解 然后最后才是记忆 如果你急着背 那就不对 可是这样子的习惯 很难改 我教学生做摘要 那你觉得 老师你这样摘要做半天 我还没开始读书 那其实他不知道 他做摘要就在读 那真的认真的学生 摘要做完了 他大概都会了 我在静秋也教过一段时间 三民主义 那有学生后来毕业了 跟校长讲 是校长跟我讲 我才知道 他跟校长说 我以前上徐老师的三民主义 我回家都不用读书 那因为我在讲课 就是这种刚要式的 在讲 其实每一段就是一个观念 读书你要抓理解 然后抓观念 抓了那个观念 你就懂了 那你懂了 你就很容易记住 那你只要把那个观念 掌握住了 那你就很容易就足以应付 我现在有一个学生 有一次他生物月考考九十几分 他在周浸写 同学问我说 你为什么考那么高分 他说我只做一件事情 上课专心听 我回家没有念 那小孩多棒啊 那个 我就公开称赞这个学生 这是最好 我们一直讲 教育 你要预习 上课专心听 回家立刻温习 最好的 有问题 立刻解决 这是最好的学习 最基本的学习 可是你说破诊 没有用 那你最起码 你上课专心听 我们孩子很多都不做 他宁可放空 我或者在那边玩怎么样 那反正我就是不愿意认真听 那我那个学生就只做一件事情 认真听 然后我回家不太读 他就跑九十几分 学校日的时候 我当面称赞这个学生 爸爸多高兴啊 结束还来跟我握手 谢谢老师 我还有另外一个学生 夏威奇 这一次林海峰 海峰被拿冠军 也是我现在的学生 那个学生 成绩在中间 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下棋 他是职业棋士 每个礼拜 大概都要请假一天 他不能不去比赛 那他是职业棋士 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 在围棋上面 然后还要上课 那他的功课在中间 那月考在中间 除非月考前 他比赛比的很多 他会掉下来 但不会是最后一名 那你就知道 这个学生的时间管理多棒 你当我们一个人 每天花四个小时 你大概就完蛋了 你的整个生活就乱掉了 对不对 他花四五个小时下棋 读那个棋谱 或者在电脑上 跟外国人下棋 一天搞四五个小时 他的功课还可以在中间 那这个学生的那个时间管理 就非常的强 而且是一个很沉稳的孩子 我这个学生将来 将来 这两个学生 我在学校日我就讲 这两个学生的人格特质 就是我要教孩子的东西 我重视的是这样的人格特质 而不是分数 你分数可以高低起伏 对不对 月考你认真一点就上去 我正好失恋 我就下来 但是我恢复正常的时候 我就上来了 所以你那个分数 就跟我们人生一样高低起伏 可是你的人格特质 是不会变的 也会变的 不容 那个人格特质 你是可以 可以长期持续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很在乎的 就是我们教孩子人格特质 比如说你会思考 这也是很棒的人格特质 很会思考 很会时间管理 这些都很棒 那这才是我真正要教学生 我跟学生讲 我国文把你教到你考一百分 那我不教你的你就不会了 所以你要跟我学的是 我怎么去解析文章 我怎么去看文章 或者看文章 我是怎么批评的 我是怎么样来分析 来赏息 来评论 你要学的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甚至你会有 跟我不一样的批评 我觉得都很OK啊 但是你要有这样子的 批评的能力 阅读以后再加批评 我上完课我会觉得 喜不喜欢 喜欢 为什么 请你讲为什么 杨牧各位知道吧 杨牧的文章 学生都不喜欢 然后我学生说 为什么不喜欢 学生讲 讲的很有道理 因为有几篇文章 杨牧的文章 个人色彩蛮重的 那学生不见得读得懂 那他读不懂 但他可以 他会批评 他的批评就很有道理 我很接受 我就你讲理 你要有独立思考 然后你讲理 要言之有理 OK 不是我说了算 对不对 而且文学批评 或者说文学的东西 那本来就会有见仁见智 但是你说见仁见智 请问你从人的角度 你看到什么 你从智的角度 你看到什么 你要有一个角度 你会说出一个道理出来 学问如果没有作用 就不是学问 那么所以 聆听阅读跟学习 都要思维要检验 就是要挑战权威 进行书 书嘛 对不对 书讲的对不对 我说的对不对 同学应该要检验 那么透过这样 那你这些东西 才会内化变成自己 好 我看 我讲这个 我看怎么办 我教论语 我很喜欢教孔梦 那我教学生 鲁家的修养 把它简化为不安 这个孔子有一个学生 叫宰我 是问题学生 常常爱骂的 对不对 子路是第一个 宰我是爱骂第二个 那么宰我呢 翻成白话文就是杀了我爸 这个杀了我爸 有一次挑战权威 跟老师说 三年 手伤三年太长了 一年就好了 孔子说 你为什么要手伤三年 因为爸爸死了 妈妈死了 食服到义服紧 于乳安呼 你心安不安 这个宰我说安 孔子说 乳安则为之 那为什么要三年之伤 因为君子居伤 食指不甘 闻月不乐 居储不安 所以不为 所以关键在哪里 安不安 对不对 好 那很简单 那孟子 乍见如指将入于井 会有触替彻影之心 触替彻影之心就是不安 好 所以我们有那个不安的心 所以我就告诉学生 孔子说 可不可以做 依据是什么 安或者不安 对不对 安 辱安则为之 辱不安则不为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就告诉学生 你有没有这样不安的心 有 好 那当你觉得不安 你就怎么样 要真诚的去面对 我说你早上 早上 妈妈叫你带雨伞 你急 跟妈妈凶了两句 那有没有不安 又 回家道歉 这就是真诚面对自己的不安 那你想到 昨天跟同学讲话 好凶 觉得怪怪的 我就应该跟同学道歉 真诚面对自己的不安 当你有不安 就表示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那你就要去检视这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的确我有错 我应该怎么改过 如果我没错 OK 那我就心安 应该是理得心安 对不对 因为我得理 所以我心安 那所以你就安不安来决定 安不安就可以作为一个道德判主 在儒家的孟子孔孟的这样子的说法 我们都有彻隐之心 彻隐之心为什么后来没有了 因为你忽略你的不安 到后来你就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 你没有了不安 所以我每一次做错事 我都不觉得我不对 因为我已经麻木不仁 所以你就是要保持这样不安的心 然后用安不安来做行为判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判主的方式 好 我们的品德教育 你一定是理性论述思维 然后内化 最后你才能够抉择 我推荐几本书 没被抓到也算作弊吗 那么好多本 道德离我旺的书 很可以看 如果各位老师 我觉得伦理道德教育要讲道理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做 为什么考试不能作弊 为什么不可以摸女生屁股 为什么 你要讲道理啊 你只告诉我 我们的教学只告诉我 不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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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不准做 那你我旺的东西 很可以 你可以学到 这个幸福的八堂课 还有幸福的自由的七堂课 都很棒 这里边那个推荐续衣写得最好 因为是我写的 慢的教育很棒 我送好几个家长这本书 那这个正义的 彭明辉老师这本非常好 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 做自己还是做罐头 这本也很好 那我更要推荐这本 这么想就对了 这个是哲学智商 哲学智商就是 心理智商各位知道 对不对 那哲学智商就是我有问题 那用哲学来处理我的这个问题 这个叫哲学智商 蛮好的一本书 各位如果你们学校有读书会 我建议你读这一本 我建议你 这读书会很可以讨论 它对于情绪的管理 对于什么 它有很多的 就是破除11种负面想法 你这个负面想法没有了 那你就不会生气 你比如说我们的前提是 学生是乖乖教作业的 那学生不教作业会生气 那你的前提是 学生调皮导弹是正常的 那学生调皮导弹 你就不会那么气 你还是会气 对不对 但是你不会那么跳脚 所以这个这本书真的很棒 好 OK 我想 我们要学习 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学习 那学习 然后要反省 那么安顿自己 建立核心价值 那最后 我们一定要能够享受生命 享受教学 如果你的教学对你来说 像酷刑一样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你就换个工作吧 那如果你很享受你的教学 很享受跟小朋友互动 那我觉得你的生命会更快乐 那当然我们转念 你会不一样 对不起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